受到了川普严格审查 留美工作签证的影响 不少美国大学在几个月之前 便出现亚洲留学生 大幅减少了情况 其中又以二线大学 受到的冲击最大 国际教育学会宣布 来自美国大专院校 和教育培训计划的统计 全美约有100万名留学生 每年贡献391美元学费 但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 全美500所大专院校 留学生人数都在下降 且平均人数减少将近7%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位于美国中西部 一些二线的公立大学 因为国际学生学费 是一般学生的两倍到十倍 也是学校重要的收入来源 人数明显减少 便大幅冲击到 学校的财务状况 因此学生不够 无法开课 甚至连专任教授 都得另谋高就 东文新闻彭迪佣 是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在下几十一期下救 商刷的采访报道 每天的采访报道 都会访报道 内之亿的采访报道 请对出品皆さん